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古埃及人相信梦境是神灵的讯息 甚至有专门的梦境解读师来帮助人们理解梦中的预兆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曾经研究过梦境 他认为梦境是日常生活中未解决问题的反应 这些古人虽然没有梦境胶囊 但他们已经开始探索如何理解和控制梦境 再来 我们看看现代科学 现代神经科学家发现 梦境主要发生在快速眼动 RAM 睡眠阶段 在这个阶段 大脑的活动非常活跃 甚至比清醒时还要活跃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理论基础 如果能够在这个阶段影响大脑的活动 我们或许真的能够控制梦境 那么 梦境胶囊是如何工作的呢 这里我们需要一点想象力 假设这种胶囊含有某种能够影响大脑化学物质的成分 这些成分能够在RAM睡眠阶段调节大脑的活动 让你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并且能够控制梦境中的一切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全面启动中的情节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有一位科学家 他对梦境胶囊非常着迷 于是决定自己动手制作 他花了数年时间 终于研制出了一种胶囊 服下后 他进入了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的梦境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他成为了一位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 拯救了无数人 然而 当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其实只是睡在实验室的沙发上 手里还握着一个空的胶囊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梦境胶囊或许还只是个美好的幻想 但它也提醒我们 梦境的力量是无穷的 无论是古代的梦境解读 还是现代的神经科学 梦境一直是人类探索自我和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做梦时 不妨试着记住梦中的细节 或许你也能成为自己的梦境掌控者 毕竟梦境胶囊或许还在未来 但我们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 已经在路上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力量果冻 一吃 力量倍增 无敌战神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力量果冻 这种神奇的果冻一吃下去 力量倍增 瞬间变成无敌战神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漫画里的情节 但其实 这背后有着许多有趣的科学和历史故事 首先 我们来看看力量果冻的科学基础 假设这种果冻真的存在 那么它必须含有某种能够迅速被人体吸收并转化为能量的物质 这让我想起了ATP 三磷酸线杆 这可是我们细胞的能量货币 如果力量果冻能够迅速增加体内的ATP水平 那么理论上 我们的肌肉力量确实会大幅提升 不过 这样的果冻恐怕得是某种超级浓缩的能量来源 可能还需要一些神奇的纳米技术来实现 再来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看这个概念 古代的战士们其实也有类似的力量果冻 例如 古罗马的决斗士们在比赛前会吃一种特制的能量食物 通常是由蜂蜜和甘果制成的 这些食物能够迅速提供能量 让他们在竞技场上表现得更加勇猛 还有 古代中国的武士们在战斗前会喝一种特制的药酒 据说能够提升体力和勇气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在古希腊 有一位名叫米洛的摔跤手 他每天都吃一只小牛 并且每天增加一点重量 最终 他能够举起一头成年牛 这听起来像是力量果冻的古代版本 虽然这个故事可能有些夸张 但它确实反映了人们对于力量和能量的追求 最后 我们来点幽默的结尾 如果力量果冻真的存在 那摩超市里的果冻区恐怕会变成战场 大家都在抢购这种神奇的果冻 想象一下 吃了力量果冻后 你可以轻松搬起沙发 甚至可以一口气跑完马拉松 当然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健身房可能会变得冷清 因为谁还需要锻炼呢 总之 力量果冻虽然目前还只是个幻想 但它背后的科学和历史故事却非常有趣 希望大家在追求力量和健康的同时 也能保持一颗好奇心 去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瞬间学习药 一幅 知识灌顶 秒遍学霸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瞬间学习药 这种药物依附下去 知识就像洪水般灌顶而来 瞬间变成学霸 听起来是不是很梦幻 但让我们用一点幽默和专业的角度 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 让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这种药物真的存在 会发生什么情况 你早上起床 吃了一颗瞬间学习药 然后突然之间 你就能流利地说出沙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解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甚至能够在厨房里 做出米其林三星大厨的菜肴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棒 但别急 让我们来看看这背后的问题 一 知识的消化不良 想象一下 你吃了一大堆食物 但你的胃却无法消化 知识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突然获得大量的知识 但没有时间去消化和理解 那么 这些知识 就像是未消化的食物 最终只会让我们感到不适 知识需要时间去内化 去理解 去应用 二 创造力的消失 如果所有的知识都能瞬间获得 那么我们还需要思考和创造吗 爱因斯坦曾说过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却是无限的 如果我们不再需要思考和创造 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多么无趣啊 三 社会的不公平 如果瞬间学习药真的存在 那么谁能获得这种药物 是富人还是穷人 是强国还是弱国 这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知识应该是人人都能获得的 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 四 学习的乐趣 学习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从一开始的无知 到逐渐理解 再到最终掌握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成就感的过程 如果我们能瞬间获得所有的知识 那么我们将失去这个过程中的乐趣 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 追求快速学习的方法呢 当然不是 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学习效率 比如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 使用有效的学习工具 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享受学习的过程 而不是只追求结果 最后 让我们用一点幽默来结束今天的话题 如果真的有瞬间学习药 那么我想我会先吃一课 然后去参加一场谁是学霸的比赛 赢得所有的奖品 然后再告诉大家 其实最好的学习方法 还是它踏实实的学习 毕竟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而不是一颗药丸的事 谢谢大家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你们对瞬间学习药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记住 学习的过程才是最美好的部分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一同探讨了三种超凡药物 梦境胶囊 力量果冻 和瞬间学习药 这些看似科幻的概念 其实背后都有一些有趣的历史和科学基础 梦境胶囊让你在梦中成为无所不能的掌控者 力量果冻让你瞬间变成无敌战神 而瞬间学习药 则让你秒变学霸 每一种都像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 但它们也提醒我们 真正的力量在于我们的探索精神和无限的想象力 深入分析后 不难发现 这些药物背后的科学和技术仍处在幻想阶段 但它们却激发了我们对未知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 梦境胶囊提示我们梦境的力量和潜力 力量果冻让我们思考能量的科学基础 而瞬间学习药 则让我们反思学习的本质和乐趣 希望大家能在这些有趣的讨论中找到启发 不仅仅是关于这些神奇药物 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探索世界 毕竟 科学探究的道路上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那颗充满好奇和创造力的心 那么 你们呢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和疑问 让我们一起探讨 或许下次的话题灵感就来自于你们的提问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